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样了 牧儿刚过世难免处境生情 我也是母亲能理解她的心情 莫说几日 即便是一生都难以释怀 廖前辈 我倒是有个不情之情 我来看看莫儿 莫儿生前患病多年 食物上有许多禁忌 加之她的病况 不可有大的情绪波动 自然也无法像其他孩子那般 尽情玩耍 这些东西 是我为莫儿准备的 莫儿最喜欢吃甜食了 她最喜欢吃这个云片糕 还有一堂 每次去集市都吵着要吃 就在等 等前一天 她还闹着我要吃糖 我答应她 我说 我说等到明年生辰的时候 就买给你吃 你说我为什么要说明年呢 我应该当时就买给她吃 谁家七八岁的孩子 还每天拿着波浪古玩 莫儿从小到大 都没有什么玩板 每次她跟别的孩子一起玩 我就会在旁边看着 稍微有一点危险 我就赶紧制止 把她带回家去 她就整天趴在门口 看着别的孩子成军结队的王 我知道 她打心底里羡慕别人 因为他们有爹 有娘 有婉伴 有婉伴 而她 从未真的金星火过 可是 可是 你说我能怎么办呢 我什么都做不了 有时候 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 孩子受这么多罪 我就这样每天为之她的生命 到底是对是错 但是我又一想 如果莫儿真的走了 我也活不下去 我是一个母亲 我能做的就是 陪着她 搀扶着她 一步一步走下去 是 有缺憾才能算圆满 生放火凋残 血如我一般 说出来 心里就会舒坦许多 其实对于莫儿 你心里早有准备 这样的场景 不该一人 我曾经无数次弄倒过 其实你该放下的不是莫儿 而是对她的愧疚 人人都说母子怜心 莫儿又是这般懂事的孩子 她怎么会去怪你呢 她只会为你的消沉萎靡 而心疼不忍 是谁 她是因为她的怀疑 我只能不忍受她 为我 那天哪一样 你怎么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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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环 小环 夫人 我饿了 去帮我煮碗面吧 夫人 您这是 傻丫头 愣着干什么 夫人已经好几天 没这么吃过东西了 这会儿终于饿了 小环这就去 小环 小环 我跟你一起去 好了 夫人 主意不错 好多了 多谢廖前辈 如此一来 我就踏实了